当面给连心道喜 背地里却看人家笑话 贤妃娘娘请留步 贤妃娘娘 您的娟子落在长春宫了 皇后娘娘 叫奴婢给您送过来 多谢了 眼看就要下雨了 你也回去吧 免得沾着雨也不好 是 如今连心姐姐可与我们不同了 淋了雨也是有人心疼的 都说太监会疼人 瞧瞧 这镯子多富贵呀 的确是王公公疼姐姐 再说了 姐姐嫁给王公公 也省了生儿育女这桩苦楚 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呀 咱们回宫吧 这福气这么好 那我就祝你也嫁一个公公 白头倒了 死生不离 我哪里能和姐姐比呀 只能看着姐姐和王公公 无儿无女 清清静静地相伴到老了 你 阿若 你要再放肆 本宫就要好好的罚你了 什么便要狠狠地罚 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 就该立刻打死你 贵妃娘娘 奴婢是无心的 无心也能说出 这般刻薄的话来 可见私底下嘴有多坏 阿若放肆言语有失 是我管教不言 还请贵妃恕罪 莲心 你回去好好伺候这皇后娘娘 本宫自会被你作主 奴婢多谢贵妃娘娘 这嘴生得跟刀子似的 你是仗着贤妃的恩宠呢 还是仗着你阿玛在我阿玛面前 略微得脸些 就真当自己是个格格了 奴婢不敢 皇上常说 忠思门寓意大清子孙昌盛 乃宫中延绵子嗣 神圣之地 你竟敢在忠思门下 说出无儿无女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是真不想要命了 何况莲心的婚事 是皇后娘娘亲赐的 就凭你 也敢出言嘲讽 如必应与莲心姐姐相熟 才这般开玩笑的 贵妃娘娘恕罪啊 出言不逊 嘲笑宫人 无视中宫 冒犯祖宗 本宫不得不责罚你 以敬列祖列宗 来人 喳 嚷 嚷嘴 贵妃娘娘饶命 贵妃娘娘饶命 阿玛 贵妃娘娘 阿若就算有过错 你也不该这么打她 贤妃 贵妃 本宫还没问你管教不严之罪 你还敢帮她 请贵妃 让我把阿若带回宫中细细管教 叫而不善 本宫就替你管教了 贵妃的责罚 我和阿若是断断不敢有怨言的 只是明天阿若还要当差 打伤了谁都不好看 还请娘娘宽悠 这雨就快下来了 本宫也罚了 莫馨 扶本宫回去歇着 是 双喜 这 你留下来 本宫罚阿若在中司门下 跪着司过六个时辰 喳 奴才一定看着她 至于贤妃 本宫罚你 抄写佛母经百遍 今夜之前 送到安华殿焚烧谢罪 是 主啊 您教教奴民 自己的过错自己担着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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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喜公公 马上就要下雨了 这儿有两把伞 留给您和阿若挡挡雨吧 这贵妇娘娘不成嘱咐 我这儿也不敢接呀 主啊 主啊 你救救我 你给我 贵人 贵人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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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池 水池把充思关上 来了 来了 这雨已经下到午后了 怎么一丁点也不见晓啊 幸亏小乐子和水智 把永皇借回来了 奴婢刚刚去看过阿若了 原本想偷偷塞两个馒头给他 可是装戏一直在楼下看着他 一丁点也不肯松动 几次三番地跟他说要嘴上留心 他就是不听 嘴上不饶人也该长个记性 这雨可是越下越大了 你要跪六个时辰哪 你可给我跪好了 别想偷劳 我可盯着你哪 听见了吗 你可我跪好了 嗯 听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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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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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别急 那贵妃不好应付 万一挑出个错来 便是白血了 嗯 都说雷雨一停 这雨怎么就越下越大 下了雨寒凉 阿若跪在大雨里 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冻成什么样呢 我这儿快抄完了 待会儿你拿到贤妇工 知会一声 然后去安华店 焚烧了交差 是 阿若跪了几个时辰了 已经四个多时辰了 三宝 朱才在 你去请许太医来 就说 我身子上不舒服 让她拿一点 去风治寒的药 那我在这儿子去 水汁啊 在 你去烧点热水 等阿若回来 让她泡一泡热水 早去去寒 再拿两床厚被子 让她捂着 姜汤也要准备好 是 朱还是心疼阿若的 她毕竟跟我这么多年 谁让她自己不争气 谁让她自己不争气 去吧 拿给贵妃 回来做你的差事 是 走 朱 朱 朱 阿若姐姐 阿若姐姐 朱 阿若姐姐起来 朱 朱 阿若 朱 阿若姐姐 朱 朱 朱 阿若姐姐都淋湿透了 朱 朱 朱 小心 你快去看看人 小心点 好 朱 朱 姜汤熬好了 再搁点姜片进去 喝口姜汤 不是说六个时辰吗 不是说六个时辰吗 阿若是贵妃娘娘气消了 穿了花生奴隶回来 没再让奴隶当结贵人了 行了 别哭了 太医一会儿就来了 再喝一口 再多加点爱叶吧 是 再多加点爱叶吧